今天沐谦初跟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就闲聊了几句 闲聊 闲聊什么 你是在审讯我 咱们不都说好了 互相信任彼此吗 怎么 你这么快就反悔了 我承认我现在是有点反悔 可是我一提到这个沐谦初 我就耳根地发扬 总觉得没什么好事要发生 真不是 他什么都没说 他就问了问我漫画的事 什么漫画 就是以他为原型的那个 他问我 那个漫画里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 还记不记得有什么别人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就 我感觉他好像看过那漫画 还有什么别的人 肯定有啊 可是我不太记得了 为什么这么问 就是想找以前的一些记忆 看板能不能想起以前 以前认识的人 那个漫画上应该没有 我再想想 我想起来了 有一天大晚上的 我们俩经常去那个湖边 在那儿好像还有一对情侣 情侣 是不是情侣我也不清楚 因为只能隐隐约约地 看到两个影子 但是他们的关系挺亲密的 好像怕被打扰一样 听到脚步声就都走吧 你冷吗 我不冷 你冷吗 我也不冷 那个背影一定是姐姐 不会搞错 但男的 会是谁呢 那你知不知道你姐姐的目准 除了当年在明面上 赔过恩一笔钱之外 还有另外一笔钱 是他私下里朋友的名字 借给 então 喂 我要公寓失踪前后的一切资料 新闻也好 调查结果一样 只要有的 我通通不一样 牧总 这里是十八时的新闻报道 剩下的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知道了 一会儿看 对了 等于樊盛的会是几点 十点半 人都到了 在会议室 小牧总 樊盛的人已经在会议室了 牧总和几位股东通知您去开会呢 姐和股东也在 今天只是和樊盛对接一下合作方案 想不到姐会带着几位股东过来 很奇怪 是我一手促成的 多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 只不过项目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姐突然带着别人介入进来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不合适吗 牧师这么多我谈下来的项目 被分转出去的时候 也没有人为我觉得不合适 我这都是为了公司 金初 我听你的主治医生说了 你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我也跟几位股东商量了一下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你也知道爸妈有多在意你 如果你再出现什么闪失 大家都会觉得我这个做姐姐的 没有替你分担什么 所以你放心 你先好好治疗身体 等你身体好了 牧师不还是你的吗 目前大家都觉得 牧师由我接受 对大家比较好 交给你大理 那我呢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让你好好休养 如果你想参与 我也可以分配一些工作给你 这样对爸爸也有个交代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 更重要的是 我为了我最亲爱的弟弟啊 为了我 我 你知不知道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 公换负责人是多项元气的事情 不只是反射 我手头的三个项目 都已经到了落腿的阶段 你要帮我换下去 让他们都停摆吗 有我在是不会停摆的 你身体不好的是 小到项目 大到投资 甚至可以说整个公司的运营 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你大可以放心 没什么问题的话 项目撞到公司 很快就会停 今天就到这里 姐 你是不是在怪爸爸 你还是这情况 不敢 shampoo 你有谁 就不准他 竟说很大 不准她 那麼… 出于身体 看来 他真的已经开始动作了 他现在就是想夹空我 先打算我的项目 再一步步切断我的人脉 这样 他就能重回把牧师拿回他自己手里 牧总 坐吧 之前勇佳在浙江的项目 是徐部长负责的吧 是 现在这个案子 在招商方面出了点问题 你再去跟一下 可是 牧总已经把我调到樊盛的项目里了 姐把你调回来 已经算是特例了 我们牧师从来都是项目跟踪责任职 不过姐既然看中你 这也没什么不好 把这个项目做完再回来也不迟 您说呢 我听说徐部长 在樊盛的项目中 也不是什么主要负责人 可是在勇佳的项目中 您可是第一负责人 不要因小失大 牧总 说 徐部长被调到浙江跟王勇佳的案子了 王部长被派到国外 做出国调研 最奇怪的是黄主任 之前他挪用开发款 被我们瞒下来的那件事 不知怎么了 又被提了起来 现在正在被免职调查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太低估我这个弟弟了 没想到是个狠角色 既能找公司的漏子 又能敲老爷子的钟 这一句 算他有点能力 你